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 挺好用的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 每年都會有世界新聞自由的排名榜 香港是怎樣的 香港是怎樣的呢,中國是怎樣的呢 這一節想詳細跟大家分析一下 是這個無國界記者公佈 2023年世界新聞指數 185個國家,香港是排140 升了一些 升了8個位 升了8名 但是在政治,立法和社會 那些分數都是維持低分 那為甚麼會升呢 就是經濟和治安的分數 拿得比較高一些 所以就升了 無國界記者亦都說 最少有13個 記者或者從事媒體行業的人 在香港 就被橫壓 或者是囚禁的 除了蘋果和立場停運之後 超過5家獨立的網媒 或者媒體關閉 那麼很多香港的媒體人 就是離散在世界各地 中國呢 我稍後詳細說一下 就排什麼 你猜他比誰厲害呢 在香港的分數裏面 就是政治、經濟、立法、社會 治安五個範疇 回升最多就是治安和經濟 政治和立法就一直跌 立法的分數還跌得更多 治安和經濟 因為這兩個相對比較自由一些 可以報導這些新聞拉高了 你猜香港排140又贏了誰呢 稍勝東非的索馬里 香港的競爭對手 或者亞洲的國家 我們這麼說 全部都排得比香港高 香港140 新加坡129 日本是排68 南韓是47 台灣呢 35 亞洲是最高的 毛國家記者是這樣說的 他說過往香港呢 做新聞工作呢 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直到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呢 他們的不安全就不是因為 這個黑社會啊 或者他報一些敏感的新聞啊 揭露這個財團 怎樣貪污腐敗啊 而受到人身的傷害 他們最大的人身傷害的來源呢 就是來自 大家知道啦 就是來自警察 也都是來自一些親北京的人啊 包括這個白衣人啊 包括大家記得在這個北角 這些福建幫去打 一些普通的市民啊 包括記者啦 2019年的時候呢 更有超過呢 是100個記者啊 被警方是用不同的方法 來造成身體傷害的 包括有一個印尼記者 射盲睛眼啦 有這個電台的記者 被用那些 就是布袋彈呢 打到後面都凶了啦 背包都爛了啦 然後也有些被擊流啦 有些被檢控啦 最少有12個記者 因為國安法相關的控罪 現在還在坐牢 好啦 那就除了香港之外呢 那就是你知道啦 香港好就中國好嘛 香港衰就中國衰嘛 或者是中國好香港好啊 那中國在新聞自由裡面呢 是剛才說過了 全球呢就是排位的 本來呢就175 現在呢跌到179 最厲害的排位 最尾那個呢 大家我想都猜到的了 就是北朝鮮 中國的難興難帝 180的就是這個北韓 179的呢就是中國 那其實這個我自己覺得就 就一點都不奇怪啦 中國的排名一向都是低的啦 不過呢低處未算低 會不會有一天呢會跌到 好像和朝鮮 可能還比他還厲害呢 贏過他呢 我聽到不少在中國大陸做媒體的朋友 包括我認識的那些朋友 很多已經是轉了行的了 這個轉行的情況呢 不是今天開始的了 其實呢就是在80年代 大家知道改革開放之後呢 中國的新聞媒體是最蓬勃最發達的 有很多的調查的報道 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我記得沒錯呢 譬如有一輪呢 就是很多煤礦的大災難 死了很多人的 那就是內地的媒體 包括這個北京青年報啊 這個或者南方日報的南方週末等等 做了很多的調查報道 是講這些災難裡面的人禍 裡面是怎樣造成的 也都有些調查報道 包括譬如說毒奶粉案啊 這個假的疫苗的事件啊 又或者假的一些 我記得很深刻的 就講一些龍胸啊 龍胸整容的一些禍害 是很出色的一個報道來的 但是這些報道呢 其實呢 當然做到它的效果啦 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啦 但是最後很多這些記者呢 都是被迫要 不准再挖掘這些負面的新聞 我記得有一宗新聞 跟地溝遊有關的 那些記者都 最後是 就是身處一個非常大的災難裡面的 有可能是有些惡勢力 對他們不利 也都是有官方要他們禁聲 那最後呢有很多的記者呢 是 就是 商界轉行 我認識的有些人不再碰新聞了 就去做廣告 他覺得廣告又是宣傳 新聞又是要他做宣傳 不如做廣告賺錢啦 是不是 沒有人生的 就是這個危險先 人生安全受到保障 是不是 那麼很多話呢 80後的記者呢 就是有個媒體這麼說呢 就說 他們以前的同學 新聞的同學 留在媒體繼續工作呢 只有1% 大部分就去做廣告啦 做市場推廣啦 做公關啦 甚至是直播大課 這個就 在中國大陸這個趨勢呢 已經是 相信不是今天開始的了 我說就是 起碼10年前已經開始的了 最出色的那個年代 已經過去的了 80年代90年代 越來越打壓 越來越 條路越來越窄 越來越難走 想不到香港都是一樣 香港的新聞是 以前是非常之搶手的 考這個DFC 很高分才能進去的 現在 真的拍了烏鷹的 即使你進到新聞系 讀了新聞系之後呢 做回這個新聞本行的人呢 都是很少的 原因是不說不說自明的 很簡單的 除了這一行 是很辛苦 工作時間很長 工作壓力很大之外 現在就再帶來有這個 宇宙大法的風險 誰敢做新聞呢 是不是 這個 財政師傅之長的黃偉倫 九不答八就說 你繼續做下去呢 尤其是這個財經的新聞呢 你會過一個 好像 政府官員那樣 很體面的中產階級的生活 我真是 火都來了 聽到是不是 很多行家都 聽到這句話 這是一個悲哀 什麼悲哀呢 就是我們出納稅行 出錢 讓這些堅尼地的容官 的一種悲哀 如果要比較中國 你說新聞自由 有些人這樣分析 民國時期的新聞自由 民國時期的新聞自由 在中國近代來說是最好的 最輕盛的 是黃金時代 民國時代 然後就數中國的八十年代 你可以說九十年代都是 所以 小弟也是八十年代出來 開始做新聞 那幫人很多都是精英 覺得自己是有能力去改變社會 我還很記得 很記得 1989年 即六四事件之前 有當時的人民日報的總編輯 我記得叫胡織偉 曾經跟香港很多朋友見面 然後跟他討論 是不是要草擬這個新聞法 去保障這個新聞自由 這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事 但是 接下來 到這個血腥鎮壓之後 當然完全沒有新聞法 完全沒有保障新聞自由 是姓黨的 央視姓黨 所有的新聞都姓黨 姓黨其實就是姓習 跟著習大大走 香港是在暴露這條路的 你看得到很恐怖的地方就是 蘋果日報倒了 立場倒了 眾新聞很多自己倒閉 很多其他網媒都倒閉 當然現在都有一些 很個人的 做的一些網媒 但是在宇宙大法的紅線下 真的如臨心冤 如你搏冰 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怕著會出事 即是你那個新聞自由的排名 一直這樣跌下來 現在僅贏過索馬里 都算上八個位 八名 都是僅贏索馬里 大家看得到 是香港的新聞工作者 不只是新聞工作者的悲哀 那麼簡單 是香港的讀者的悲哀 我經常說 新聞自由 受到前所未有的嚴厲的打壓 損失的 記者可以轉行 不能做的 我們沒有所謂 我們就不做的 做其他事情 好像中國大陸的記者 全部都做了公關 做了市場推廣 做廣告宣傳 大家都是宣傳 發揮自己所長 又沒有風險 但是那個社會裏面 一些市民 人民需要注意的事情 又或者他們有機會遇到危險 沒有人向他們發出警號 有人說 資訊流通 新聞自由 是可以防止饑荒的 這是一個諾貝爾的 經濟學的得獎人 是說的 為什麼防止饑荒法呢 資訊流通很簡單 即是你今天在某個地方 有天災的情況 但是另一個地方 是可能會 天氣沒有什麼影響他們的收成 你只要告訴他們 那個地方是有 糧食 有個性 自然說這個地方有饑荒 自然那些糧食 因為要賺錢 這個資訊有得流通 那糧食就會運過來 這個地方裡面 可以賣得到 賣得到的話 饑荒就不存在 很簡單 資訊流通 發達 就不會出現饑荒 這個是從經濟學的角度 但是資訊流通 發達是可以防止瘟疫的 我想大家都明白 是不是 沙士的時候 蔣賢銘醫生 他在301醫院 這位軍醫 發現很多不尋常的事情 他向大陸媒體揭露 大陸媒體完全不登 因為 瘟疫 因為傳染病是國家機密 你沒有官方批准 是不可以刊登的 於是他就要尋求 就是這個外國勢力 把這個資訊給了 美國的雜誌 美國的媒體 登出來 不過太遲了 那些超級大軍者 已經是來了香港 去了其他地方 這個就是沙士 一個很慘痛的教訓 然後2003年到 這個2021年 19、2020年 歷史的教訓 他們沒有吸取 沒有吸取 接著到這個 COVID 這個沒有廢出來 一樣 是要蓋住這件事 還要說 你們不要亂傳這些東西 傳了這些東西 就會影響這個 過年的氣氛 影響這個經濟 李文良醫生 作為一個吹哨者 在自己的媒體的 即是社交媒體的群組裡面 傳了 都被人帶去問 說要寫悔過書 一樣 就是蓋住那個資訊 不能夠流通 於是便瘟疫便出現了 如果你一早說出來 大家知所防範的話 至少在一個小範圍裡面 可以消滅於萌芽狀態 政治的 即是異見的 他們就要消滅於萌芽狀態 但是病毒 他們就因為要蓋住 就沒有辦法消滅於萌芽狀態 所以新聞自由多重要 沒有了新聞自由 記者以慶難生 便離開他的工作崗位 損失是什麼人 損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 我都說 我們是隻狗 我們會吠的 你毒啞了 剪了聲帶 吠不出聲 有危險 一般的平民百姓不知道 你權貴資格 他們掌握資訊 比一般平民百姓快 記者就把資訊告訴一般人 他們可以走得快 他們可以防範於微 既然是一般人 其實就是這樣 記者的作用就是這樣 你按住他們 不讓他們出聲 即是我們新聞自由 受到非常大的傷害 無論是中國大陸 無論是香港 最大的損失都是一般的市民 你不要以為你在網上看到很多東西 各位 聽很多YouTube 你就覺得自己掌握到很多資訊 不是的 一樣可能是有 中國大陸就有防火長城 外面的人也不讓你知道 你猜香港有沒有 那個不是防火長城 不過呢 他不讓哪個網站你看 現在已經有了 有些網站你看不到 他就可以用方法 不讓那些網站你看 從各大互聯網的供應商 這個WiFi的供應商 那裡著手 很多網站都不讓你看 那遲些會不會 你想看那些網站 你認為那些資訊很好的網站 就被封了呢 更何況 人是傾向懶惰的 不會自己去發掘一些新聞的 很就手的 今天有YouTube聽 那就聽YouTube YouTube成為他主要的新聞來源 我覺得這個是相當危險的 因為 每一個做YouTube的人 都可能那個水平 他的質素都可能有參差 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 所以有些朋友 在我的留言區裡 說 誰是這麼說 誰是這麼說 誰不是這麼說 我用來說 我說得不對 我聽完之後 我只是一笑 誰是誰 他有沒有嚴謹地去做一些資料搜集 和所謂Fact Check 然後才說 你聽完之後就相信了 這也是一個新聞自由的危險的地方 因為 你當那個人是神 這樣拜 他說的東西 你全部都相信 我經常都說 你不要相信我 你不要相信我 應該這樣說 你要自己做多些 比較 有不同的 一些資料的來源 你去核實一下 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 這是一個 傳媒的教育 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你也要懂得看 你也要懂得看 不只是被動地聽 你要主動地去收集資料 在今天香港的新聞自由 跌至近 索馬里 中國的新聞自由 跌至近 北韓的情況下 你如何 令到自己 不會成為一個 容易被騙的 一個香港市民 這個就 要靠 你自己的努力 好了 聊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濕情侯快樂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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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